公读圣马以谷福音 耶稣和门徒们上耶路撒冷的途中 耶稣走在他们的前面 他们都很惊讶 更随的人也害怕 他再次把那十二人带到一边 开始把那张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告诉他们 他说 看,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人只要被交给司制掌和经司 他们会判他死罪 并把他交到外邦人 他们会弃弄他 向他逃脱没 鞭打他 并杀死他 但三天之后 他要復活 然后 再伯德的儿子阿国伯和若望 前来耶稣那里 对他说 老师 但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不知道自己求的是什么 我喝的杯 我喝的杯 我受的洗 你们也要受 但坐在我的右边和左边 不是我可以赐的 不是我可以赐的 而是为那些被选定的人所准备的 其余十个人听见了 便开始向阿国伯和若望发怒 耶稣叫他们过来 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 爱邦人有被称为统治者的 对他们专制独裁 有他们的大人物掌权管轻他们 但你们中间绝不可以这样 你们中间谁想做大人物 就必须做你们的仆人 就必须做你们的仆人 你们中间谁想当首领 就要做众人的奴隶 就要做众人的奴隶 因为人子来 不是受服侍 而是服侍人 并交出他的生命 内疚属众人 上主的话